今日财经快报 投入15亿元抢占香港市场 欧股汽车股大跌 巴斯顿 马丁暴跌25% 央行出重权 房价暴涨81% 现成是政策大松绑 崔东树内地汽车不会被卡脖子 中改新能源车股强涨 韩股暴跌足以上 三星电子跌于4% 美元或因9月失业率上升而下挫 英国告别燃煤电战时代 比特币9月强势反弹 10月祸破7万美元 未来暴涨超10%美股 中概股继续飙升 欧盟获加征关税 奔驰宝马大众艇 中国新能源 阿斯顿马丁降低今年盈利预期 下面播报详细内容 周一 谁将搅动美股 摩根大通即将卖出4万份看涨期权 并重置期权头寸 这将增加标普500指数的波动性 该银行旗下的对冲基金JAX 每季度都会卖出大约4万份价外看涨期权 当前持有的4万份5750点看涨期权 将于9月30日到期 投资者正在关注JX季度期权头寸更新 以及投资组合经理 在季度末进行的再平衡 分析师认为 尽管许多市场参与者都预料到这种交易 但它可能加剧股市的波动 Spot Gamma表示 这是市场上最知名的期权交易之一 意味着当摩根大通现有的头寸 被平仓并转移到12月的新合约中 新的看涨期权的执行价格 将比当前投寸高约5% 到期日为2024年12月 相较于即将到期的投寸 新投寸持有的看涨期权将大幅减少 这次看涨期权到期 可能为波动性的上升打开大门 预计从周一开始 标普500的波动性将加大 史特兰蒂斯暴跌11.7% 下调全年利润预期 Stilantis股价盘前大跌11.7% 暴14.17美元 创下于一年新低 公司今日宣布修订财务指引 全年调整后 利润率从预测的两位数下调至5.5%至7.0%之间 预计工业自由现金留在-50亿至-100亿欧元之间 低于此前预测的证数 公司将此变化归因于战略性决定 即扩大针对北美地区性能问题的补救措施 以及全球行业动态的下滑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飙升1050点 9月30日 人民币对美元收盘报7.0156 较上一交易日涨4个基点 月涨725个基点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7.0074 调升27个基点 今年9月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 累计调升1050个基点 京东涨超7% 投入15亿元 抢占香港市场 京东美股盘前续涨超7% 股价开盘 有望再刷阶段新高 该股9月中旬以来 累计升幅近50% 今日 京东宣布将进一步加码香港市场布局 初期投入15亿元 长期上布封顶 投入将主要用于商品价格补贴 物流补贴 及服务优化等方面 同时 京东还面向香港地区用户推出自营满299元免运费送上门服务 服务覆盖电子产品 家电家具 服饰美妆 宠物用品等京东自营全品类商品 免运规则为免运10kg 该举措旨在加强京东在香港的市场竞争力 欧股汽车股大跌 欧洲汽车股市场昨日表现低迷 多家车企股价下跌 多家车企股价下跌 低于13% 雷诺股价下跌近6% 大众汽车股价下跌2.7% 此前这三家车企皆发布了盈利预警 央行出重拳 房价暴涨81% 一线城市政策大松绑 房地产板块股价今日暴涨 房多多美股盘前一度涨近80% 贝壳涨超12% H股收涨超12.7% 鉴于央行昨晚发布四项金融支持房地产政策 国有四大行宣布调整存量房贷利率 将于10月31日前完成批量调整 此外 住建部会议强调要全力促进房地产市场指跌回稳 支持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 用好房地产市场调控自主权 上海 深圳 广州三大一线城市集体出台楼市新政 其中 广州官宣取消居民家庭购买住房各项限购政策 成为一线城市中首个全面退出住房限购政策的城市 崔东树内地汽车不会被卡脖子 中盖新能源车股强涨 未来汽车今天大涨近13% 小鹏汽车和理想汽车也分别大涨超7% 此前 崔东树在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表示 预计2024年 内地汽车零售销量将达到2230万辆 同比增长3% 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将达到1040万辆 同比增长34% 崔东树认为内地在全球新能源汽车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不会被卡脖子 因为内地供应链拥有超强的消费电子基础 同时认为欧美无法制约内地 内地具有超强的世界竞争力 韩股暴跌足以上 三星电子跌于4% 日经225指数收盘暴跌4.8% 韩国股市周一下跌超过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收盘下跌2.13% 暴2593.27点 创9月19日以来最低水平 也是9月4日以来最大单日百分比跌幅 韩元升至近9个月高点 出口商表现不佳 因担心韩元走强 可能会降低海外需求 并拖累出口商的盈利 外资竟卖出价值1万亿韩元 7.6435亿美元的股票 分析师Nai Zhang Huang认为 外资抛售了各行业的股票 出口股下跌 因韩元追随日元近期的涨势大幅上涨 Samsung电子股价下跌4.2% 至2023年3月底以来的最低水平 SK海力士下跌5% 现代汽车和姊妹汽车制造商 启压汽车分别下跌4.1%和4.7% 美元或因9月失业率上升而下挫 美元下跌风险上升 美国非农就业数据或显示失业率意外上升 荷兰国际集团警告称 美联储对就业数据高度敏感 Tru随着市场预测 美联储将降息50个基点 预计美元将走软 如果9月失业率确实上升 美元面临下跌风险 英国告别燃煤电站时代 英国将于9月30日关闭最后一家燃煤电站 拉特克利夫昂索尔发电站 从而结束该国140多年燃煤发电的历史 成为首个停止传统燃煤发电的七国集团国家 该电厂为英格兰中部地区服务近60年 有能力向200万户家庭供电 但近年来 旨在预计将出现用电高峰时才工作 今年下初电站最后一次供电 电站母公司尤尼破公司说 电站将进入为期两年的关闭过渡期 350名员工和铸厂承包商将在公司内部转岗 或在2026年底前离职 取代电站的将是一个新项目 名为无碳技术和能源中心 英国使用煤炭发电的历史可追溯至1882年 比特币9月强势反弹 10月互破7万美元 比特币9月份有望实现至少9%的涨幅 打破了自2013年以来该月份的复收益趋势 这位即将到来的10月奠定了强劲基础 历史数据显示 9月的上涨往往预示着10月 11月和12月的进一步增长 10月平均涨幅达到22% 仅有两次以亏损收尾 在当前全球货币政策和美国政治支持的背景下 市场分析师预测 比特币价格有潜力从约64000美元 攀升至7万美元 开启一个牛市周期 季节性因素也表明 随着需求的增加 投资者对比特币的信心有望继续增强 未来暴涨超10% 美股中概股继续飙升 美股盘前 热门中概股继续飙涨 未来涨超10% 携成涨超3% 阿里巴巴涨超6% 拼多多涨超4% 这些股票的涨幅引人关注 投资者对中国概念股的兴趣迹象明显 当前市场氛围较为乐观 投资者对这些热门股的压住情绪较高 欧盟获加征关税 奔驰宝马大众艇 中国新能源 欧盟计划于10月4日 就是否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进行表决投票 目前中欧代表仍在进行磋商 业内人士认为 欧盟此举并不利于全球汽车产业的转型发展 欧盟内部对于是否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也出现了分歧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勒认为 征收反补贴关税 不是解决欧洲汽车业面临的挑战的答案 会影响和抑制自由贸易 引发贸易冲突 也会扭曲市场的发展 惠玉评级分析师认为 欧盟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 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对欧洲的竞争格局产生实质性影响 但潜在的更广泛措施 对德国汽车制造商的利润率和现金流产生不利影响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 加速新能源化转型是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欧洲主机厂已经对败物产品和技术进行了大量投资 转型已成为行业共识 奔驰 宝马 大众等跨国车企也表达了愿与中国加强新能源汽车合作的意愿 宝马集团董事高乐认为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目前面临来自全球贸易的挑战 宝马支持自由贸易 也愿意使用自己的影响力保持自由贸易的开放 阿斯顿马丁降低今年盈利预期 阿斯顿马丁周一下调今年业绩预期 原因是供应链中断和中国需求疲软 该公司股价一度下跌12% 为5月1日以来最大跌幅 今年以来跌幅为37% 预计年销量将减少约1000辆 调整后的稀税摊销前利润 Abitay将略低于去年水平 不再预期今年下半年的自由现金流为正 该公司无法实现此前设定的40%毛利率目标 这次下调预期是新任CEO阿德里安 霍尔马克的第一步行动 霍尔马克曾是宾利汽车公司的老板 本月刚刚上任 肩负着改变阿斯顿马丁命运的任务 此外 整个欧洲汽车业最近都在下调业绩目标 梅赛德斯 奔驰 BMW和大众汽车已经下调了盈利预期 Stellentis也下调了全年利润率预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